翠姑向康熙呈上了一张字简 康熙见这个人如此放肆 刚要跟他发动 拿眼睛瞟了一眼纸条上的字 马上就收起了怒咙 只见这字条上写的是 江碗正愁于 山深闻这姑 行不得也 哥哥 正想再问 翠姑却将手一拱说了声 告别了 转身就走 康熙这几年随着穆子旭他们跟着使龙标习武 也确实有了些长进 看这个眉目清秀的青年人说起话来 皮里扬丘的举止十分乖张 早就觉得这里边有事 就抢上一步 抓住翠姑的肩头 往后一搬 顺势就扯住他的衣襟 翠姑当时脸就红了 骂了一声 我来救你 你怎么这么轻测 康熙一愣啊 我怎么轻测了 不由自主的把手松开了 翠姑一正脱开了 忙蹲身提鞋 因为他在忙乱中穿一双不合脚的鞋 鞋带又脱落了 他把鞋提上了 转身要走 妹子 你慢走 苏玛拉姑一眼瞧见他的小脚 忽然叫了一声 这一喊出来不要紧 不仅康熙和张文强大感惊喜 连翠姑也是猛然一愣 回头说 你说什么 苏玛拉姑漫步向前 又细细的看了看 越发认为自己判断不差 拉着翠姑的手说 咱们上车再说吧 说着朝张文强一挪嘴 张文强明白了 扶着康熙上了车 苏玛拉姑牵着翠姑的手 也钻进了轿车 挨着坐了 翠姑红着脸 不敢正眼瞧康熙 苏玛拉姑吩咐一声 转圆 圆点回宫 快 张文强大了一声明白 把钢绳一收 大喝一声 嘟 这一马是久经驯化的 听见主人口令 便能明白 立刻放开四提 照着原路狂奔而去 你怎么 被苏玛拉姑揪起了瓜皮帽 秀姑一头的秀发 披了下来 完全恢复了女儿模样 有些羞涩不安的说 别说是你呀 再比你聪明点的 我也见过 苏玛拉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说 你瞧瞧你的鞋 谁戴帽子像你这样啊 耳头上还戴着耳环 咱们且别说这个 只问你这张纸上写的是怎么一档子事呢 康熙也关注的瞧着翠姑说 你为什么要挡架呢 翠姑捏如了一下轻声打倒 是胡宫山太医叫我挡车送信的 只怕白银罐山姑斋 这回子已然叫人给围了 翠姑确实估计的很对 穆里马以狡贼为名 从绿营里调出了一队兵勇 自己亲自压的队伍带着那摩歪虎 把一座山姑殿已然围得水泄不通 为了防止走风 附近二里地之内全都戒了言 魏东廷虽然在白银罐等处布下了眼线 但是他们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又出不去 急得是干凳也没办法 歪虎先去侦查 看院子里停放的一座轿子 以为康熙已经进去了 穆里马便催动部队潮水般的拥了过去 最先发现来了兵的是将驢子 因为这几天 武次友不见龙儿来上学 以为他生了病 心下正在疑惑 心说 怎么不见明珠来说个信呢 他就吵着要回所府去看看 穆子戏几个人怎么劝 他也不听 只好跟武次友说 先生 您一定要走 也等后少天暖和了再说呀 何归柱也说 二爷 伙计们昨天网了几只野鸡崽子 闷得挺烂 二爷 您要能够屈尊赏脸 咱们就一块热闹热闹 你有不过众人的情面 武次友只好答应了 就和众人在东屋里行酒令 猜没玩 武次友虽然生性豪爽 毕竟是文人出身 跟穆子戏他们几个 比俗酒令 总觉得格格不入 可是穆子戏这几个人呢 又觉得武先生是皇上的师父 身份太高贵了 应该多多尊重一点才是 这么一来 反而觉得很生疏 就玩不起兴头来了 武次友发觉的这些 就笑着说 兄弟们 你们不就是想留我明天在进城吗 我听你们大伙的便是了 我在这儿 你们也喝不痛快 再说这几天 我身上也不太舒服 不能多喝 只好我先告退了 郝老四一听 就针满了一大碗酒 站起身来笑着说 我们哥几个 虽然说话粗陋 但是十分尊敬先生的道德文章 咱们不是不放开量 是 他嘴里转了半天 好容易才选出一个词 我们这呀 是是这些酒葫芦 没法和圣贤君子 在一块私混罢了 先生要是不气 喝了这杯酒 再走怎么样 主人一听 都捂着嘴暗笑 五次友却毫不在意 好兄弟 谢谢你的好意 接过酒泪 一饮而尽 才告辞出去 五次友一去 大家伙都觉得心头一阵轻松 何归柱先笑着说 二爷呀 心里头是放不下主子 跟明珠 有酒 他也喝着不痛快 何归柱说的是实话 将驴子听不进去了 他催了一口 呸 主子也害怕了 明珠他算什么东西 谁惦记着他呀 慕子序没等他说完 就把话截住了 三弟呀 你要记住魏大哥的话 主子喜欢的 咱们也喜欢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郝老四听了 撇着嘴一笑 自己斟了一杯酒喝了 何归柱一看 将驴子满脸的不高兴 就过来跟他斟了一杯酒 明大人学问啊 还是不错的 你们都是有功名的人 身份贵重 这时候将驴子孤独一声 把酒喝光了 把杯往桌上一蹲 屁文才 比起我先生 他还差得远呢 玩女人瓢窑子 他倒是个行家 老三 听将驴的说话 越来越离谱 慕子序只好拿出 哥哥的身份 把他止住了 好老四却板着脸 帮着慕子序骂 他明珠 是驴球是树根 与你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 却引起了哄堂大笑 刚才一点小小的不愉快 就被冲得无影无踪了 将驴子一边笑 一边站起来说 老四 可真有你道的 回来跟你大战三百合 笑着他就出去了 他一出去 慕子序叹了一口气 你说兄弟们 陆林的习气不除 这可怎么办呢 郝老四笑着说 他呀 他是吃明珠的醋 明珠进了五等世卫 他有点眼红 其实我看主子 也挺喜欢他的 何归柱也说 明老爷 也是有点毛病 带人虽然挺和气 可我总觉得让人瞧着 他老拿大似的 何归柱正按照自己的思路 准备说下去 忽然间听见外边 腾腾腾脚步声音挺急 将驴子一头就闯进来了 来了来了 郝老四拍位椅子说 又不着着急 你先坐下 咱们再猜猜几拳 何归柱也笑着说 好 我再给您真上 没想到将驴子一把推开何归柱 一个剑步扑到墙边 摘下了挂在墙子的佩刀 蹭的一声拔出来 翻身往外出就笨 何归柱吓愣了 站在地上一动不动 脸色雪白 郝老四极其机敏 也不说话 把椅子一脚踢翻了 也抢到墙边 摘下腰刀 要往外冲 慕子叙是阅历最广 他情之有变 却显得十分冷静 他揪住了将驴子 老三 你说清楚了 将驴子已然变言失色了 大吼一声 你们带上兵人都够出来吧 众人不再说话了 一起跟着将驴子出来 就到了后院矮墙下头 一块望外瞧 就看见半里之外 黄尘腾起 几百名绿营兵勇 提刀握枪的 一起奔着山姑殿围过来 何归住之堕嗦呀 面色如土 哎呦天爷爷 这是怎么了 穆子叙看了看 甭问了 赶快把师父叫起来 保护武先生向西走 晚上咱们得香山会骑 他的神色越来越冷静 何先生 你是生意人 你还得到前边去应酬 记住了 出了生意上的事 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听见没有 问什么都说不知道 哎老四 你站着干什么 还不去叫师父 郝老四擦了把冷汗出去了 何归住战战兢兢的 跑到前边招呼去了 史龙标 因为有病 卧在床上 突然间听见 郝老四报警 蹭了下站起来 出门 一纵身 就上了房了 往四处一瞭望 然后又下了房 一声不响的走进屋中 从床后头抽出了一根 金丝软边 这条边是康熙特意的 从内务府供库中选出来赏给他的 他把辫子往头顶上一盘扎了个技 才说话 四面全围上了 咱们走 亮他们也难留啊 只怕是五先生难以脱身了 这院子池塘中 假山虽然没垒好 乱石却准备的不少 还能藏人 咱们呢 掀去窝在那 水公火公 一时都没关系 老四 趁现在他们这圈还没完全合拢 你赶紧冲出去 给虎臣报个信 找不着他 就到索府去找索大人 务必得办成了 顶住这半天 夜里就好办了 郝老四点了点头 一纵身越强 往西边跑了 这个时候 正刚刚到了四十 大天白日的格外显眼 围殿的兵一看见 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刀 越墙而出 齐声高喊 快瞧 走了贼了 这是贼窝子 快出 煞石卷一阵吵嚷 嚷得是地动山摇 比起刚才那种煞气腾腾的寂静 另是一种恐怖 武次友却不知出了什么事 夺出书房 正想从矮墙往外看 蒋驴子和穆子续 两个人从后边扑上来 一个人架了他一条胳膊 沿着曲径石桥 就把他拖到石心岛中间的一个大石洞子 才放下 穆子续轻轻的声音说 先生 傲拜老贼搜您来了 咱们兄弟保护您 只要咱们哥几个活着 保您吃不了亏 老四兄弟已然搬救兵去了 只要跟他们周旋到天黑 神仙拿咱们也没办法 您可千万别慌 您在这躲着就成 您可别出事 正在这个时候 和鬼主依了歪邪的跑来了 一边跺脚一边说 爷们 你们选个好地方 进不得退不得呀 蒋驴子一把就把他揪过来了 按在地下让他蹲着 就跟他嚷 你再说他妈的丧气话 一刀捅了你 五次又听了真奇怪 就把他拦住了 你这叫什么呀 他是店主 你是伙计 怎么急着就没身份了 蒋驴子也觉得自己失态了 我是跟主子开玩笑呢 何归主埋怨他 这也是随随便便闹着玩的 啊 穆子续不耐烦的说 你们有完没完 史龙彪却没有理会这边的争吵 观察了一会儿说 老板 这池子有多深的 何归主都吓愣了 说话都不搭调了 他这才是 才起过你的池子一丈多深 好 穆子续把手往腰间一插 按照五先生的说法 咱们这叫金城汤匙 哎 那个熊 今天跟他们大干一场 就在这时候 杀呀 拿呀 别让跑了 哗 这喊杀声已然到了山谷殿外了 殿四周的土墙呼啦一声 就全被清兵推倒了 绿营兵如潮水漫滴似的 一下就涌进来了 煞石剑到处都是兵 到处都是亮闪闪的刀锚剑技 穆里马一看 小小的山谷殿 已然被围的铁桶一般 他就甩灯离岸下了马 按着宝剑得意洋洋的大喊一声 给我搜 就在这时候 忽然间犹打迟心倒 假山石后边走出一个人来 穆里马跟手下的兵丁仔细看 这个人长长的辫子盘在头上 长袍拦起脚掖在袋子当中 喝下一步白胡须迎风飘浮 不理从容 隔着岸冲着穆里马一抱拳 来了个半截衣 问了一声 无需搜查 都在这儿了 只是长官带着兵围困小店 不知所谓何事 穆里马一愣 因为西河燕 跟史隆彪动起手来 到现在已然六年了 他已然不认识史隆彪了 他转脸瞧了瞧 弄我直腰头 那一死我也不知道是谁 穆里马叫高声问 你是什么人 过来 史隆彪慢慢打倒 在下乃此店店主史隆彪 我史隆彪一向奉公守法 这一代百姓 谁人不知哪个不小 大人无端带人毁殿抄家 倒要请教 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天子脚下 帝王都城 你以的是大清律的 哪一条章城 诺摩看了看穆里马 穆里马看了看诺摩 心说这老小子挺能说呀 诺摩早就恼了大喝一声 老小子 你店中窝藏亲命重犯 你敢说没罪吗 史隆彪却哈哈大笑 踏着石板取静 缓步走过来 站在桥头石板上 一躬身 长官 你说我小店窝藏亲命重犯 不知人正是谁 物正何在 你带人搜店 可有顺天府的火牌呀 这些 诺摩当然没有 诺摩这时候气得 眼中冒火 就骂 老杂种 谁跟你斗口 擒住了你 你才知道马王爷挤着眼 说着他伸出掌来 就奔着使龙彪打来了 心说老小子 我诺摩这掌过去 不要你老命 也叫你打滚求饶 他这掌打上去了 没想到使龙彪不躲不让 仍然慢吞吞的说 就是大内来抓人 也得亮明照旨 这是规矩呀 一边说着 一边挺腰 他接诺摩这一掌 诺摩就说你不配 这三个字还没说完呢 就觉得这五个手指 碰在生铁上 疼入他的骨头里 他咬牙甩着手 大声叫 这老小子有优手 看见邓魔吃了亏 几个兵定 挥一刀就上来了 谁知道脚跟刚粘定 三四个人不知怎么着 就被使龙彪 给拨进池子当中了 石龙彪一边用手拨弄 一边笑着说 不是小老儿有妖法 是众位功夫不到家呀 众位既无一指 又无顺天府的官方 小老儿便只能视如盗贼 光天画旨之下 岂能容盗贼再次撒野 剑没人赶过来了 他搓着双手 说声得罪了 他就转身 望回腿 木里马气坏了 亲自赶来 把剑一挺 直取史龙彪的后心 眼看要刺上了 躲在甲山石后头的五次友 没见过这种情形 把他吓坏了 他冲着史龙彪大喊一声 留神 木子絮一下的把他摁倒了 其实史龙彪早就听到了剑锋 练武的人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啊 他知道后边宝剑到了 他想什么呢 他想把这牧里马 给带到求新 然后他反手一抓 就把他抓过来了 没想到五次友不明白 行家里的事 他一喊 史龙彪以为出了什么事 心头一惊 一个风柏扬柳 撑的一下 就抽出了皇上赐给他的金丝软鞭 奔着木里马的腰间就盘上了 木里马一看 这鞭头如蛇 蜿蜒攀躯 而且打的没有一定的方向 吓得他望后一跃 他身子躲开了 脚可躲不开了 一条腿就被这条金丝软鞭紧紧的盘住了 他回手拿刀砍 没想到这金鞭柔韧无比 他砍不断 史龙彪不能让他再砍 一个越步 飞脚一踢 唐啦啦 木里马这剑就被踢飞了 史龙彪又顺手一抽 把木里马倒着就背起来了 然后迈搭步 往前就走 蹦蹦蹦 展眼之间 就来到了石板桥的中央